1911年清朝掌权的人们没有几个想到清朝快完蛋了 多数掌权者还沉浸在大清梦中 殊不知各种末代王朝的神秘现象一一出现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 从来不是笔直前行 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 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 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 天上将会出现一颗彗星 彗星线朝代变 结果不知是巧合还是神奇 1911年的7月和10月分别出现了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 结果隔年的1912年大清灭亡 在大清灭亡前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 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 那个时候预言书开始大流行了 尤其是推背图马前科和烧饼哥 民间说预言书中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 光绪年间白鹤山又以老僧法号首元 逐一破解了马前科到光绪以前的语言 马前科提到 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 十传绝统 相敬 若宾 首元解释到 水月有主 是个清字 古月是个胡字 胡人为君 戴意天术不可强于 胡人君临天下 原来是天术使然 从他的字数可知 这名老僧出生于嘉庆十年 1806年 破译水月有主 古月为君那年 他86岁 不敢再妄议预言 他没有意见的实传绝统 指的是清朝末代皇帝 宣统溥仪退位 从顺治入关 成帝到宣统 清朝共有十个皇帝 绝统 国座到宣统就完了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 1910年前后 中国大地天灾频传 尤其是大雨频繁 水灾不断 1911年夏天的南京和武汉 可以在城中划船 因雨成灾 导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 抢米风潮到处出现 少年徐志摩史 在杭州府中读书 有一天去看电影 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 原来有人在抢粮 把米店抢了 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 而买不起 他电影也没看成 黯然回到学校宿舍 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 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 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 可信度很高 大清灭亡前 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 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 有许多是假的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 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 但过了几天 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 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 明天写的西安沦陷 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灭亡前 银行出现几对潮 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 大家都到银行取钱 最起劲的是 内阁总理大臣 庆亲王易匡 他一家就取出 至少几百万粮以上的 巨额存款 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 只有两天的时间 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 显赫的盛宣怀 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 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 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 而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大清朝免亡前的景象 现在逐一在中国大陆上演 2000年后预言书 又不知为何突然热络起来 尤其是推背图 更让大家乐此不疲的解读 就连中共党媒的《人民日报》 也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 北京今年的初雪 迎来了双语四角的习马会 而双语四角恰恰出现在推背图中 双语是习近平习字的上半边 四角即是马英九的马字的四个点 可见预言书在当今的流行程度 其中推背图第46项 被很多人认为是预言中共倒台 而据说一直在民间流传的预言奇书 《铁板图》也被公开 在两座山峰中间的山傲上空 先后飞过四只黑颜色的鸟儿 有一只白颜色的鸟儿 在右边山峰的半山腰被撞死 雪溅峭壁正向山下坠落 预言指示中共只能传五代 并且第五代和白色有关 并且不会善终 按照现在中共说法 毛、邓、江、湖、习 习近平刚好是第五代 而且名字中有个白字 更多的预言解析 大家可以去谷歌中搜索 预言中的2020庚子年 我们通过新闻得知 今年中国的天灾不断 4、5月黑龙江出现大雪 山东河北也出现倒春寒 非洲印巴地区出现蝗灾 所以今年有很高的概率出现凉荒 而更让人惊奇的是 中国老百姓似乎已经在开始屯粮 很多贪官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到国外 把手里的钱都存到外国银行 很多中国老百姓也不相信媒体的报道 中共政府经常认定的谣言 也都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而根据推背图的预言 2020年还会出现一次 金木水火土的五星莲珠 据说在五千年的历史中 一共才出现过九次 而出现五星莲珠 又意味着中共即将倒台 今年会出现五星莲珠吗 中共是否很快倒台呢 这个视频如果就这样结束 那也算有趣 但作为笔者 实在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告诉你更重要的事情 中共政党与大清王朝实在是不同 大清王朝灭亡拍拍屁股也就走了 但中共政党欠下了累累血债 中共政党有九千万党员数亿共青团圆 而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 都要举其右手对其宣誓 说是随时准备为他牺牲一切 这些党团圆都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而共产党从执政开始就对中国人 以及中国文化大举迫害 六四图成迫害西藏新疆人 而且迫害信仰 对佛教道教进行各种瓦解 打击地下教会 拆除十字架 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 并且活摘人体器官贩卖 可以说天怒人怨 上天就要清算中共政权了 所有中共政权的组成者都将跟着倒霉 甚至所有认可中共政权的人 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希望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都能认清中共 所有曾经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 都能去大纪元退党网站 声明退出他的一切组织 准备迎接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unner 犯人 永远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